我是三丸爷爷 我是紫菜妈妈 我是小橘子 我是小桃子 请小朋友跟我们 一起动动脑 三丸爷爷来问一问小朋友哦 请问三丸爷爷要用什么东西来拖地呢 聪明的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哦 三丸爷爷给大家三个提示 第一个是铲子 可以用来挖土的铲子 是用来拖地的吗 再来看看第二个提示是马桶 用来上厕所的马桶 可以用来拖地吗 第三个提示是拖把 大大长长的拖把 是用来拖地的吗 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哦 拖地的时候 应该是需要一种 可以加水弄湿的布 那么这个东西应该是铲子 马桶 还是拖把呢 聪明的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哦 很好 答案就是拖把 拖地的时候可以将拖把加水沾湿 然后再拧干用来擦地板 这样地板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净哦 不过刚拖完的地板湿湿滑滑的 小朋友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哦 这样小朋友是不是都记住了 拖地可以用拖把呢 下次再来跟三碗爷爷一起动动脑哦 拜拜 感谢观看